台北市政府维护公共安全督导会报 108年第四次会议 会议开始 程序一 前次会议才指示事项办理情形 书面资料请各位长官参阅右上角页数第一页至第六页 有关前次会议主席才指示事项 第一案请商业处报告 商业处报告 有关商业登记核准后 营业场所不符合都记 建管法令的一些后续追踪列管抽查 市长是请我们研议相关经济做法与节省人力 目前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已经纳入本处近期要开发的 营业场所预查平台的一个系统里面 去做一个流程移化的一个处理 那经过整个移化之后 我们系统上线后 每个月可以节省的工作时间约69个小时 那这个系统的话会在今年的12月上线 那另外这个案子的话 也在7月23号的话 就是获解除列管在案 以上说明 年底上线 上线要跟我讲一下 你确定上线 好 第二案请消防局报告 消防局报告 本案经本局108年7月22日 邀及本府相关单位召开研商会议 研商结果说明如下 一请消防局建管处商业处冠船局 卫生局及税券处 加強推动酒吧业 银酒店业 餐馆业 四听歌唱业 三观业 按摩业 及银馆业填报指引表 并请各机关以每月10日前 定期将执行结果 回报消防局会整 二结合本府公安权联合机查小组 执行场所指引表抽查 并配合各机关检查结果进行比对 以比对结果将场所分为高风险对象 次风险对象及低风险对象者 除各机关抽查指引表及机关检查 均为合格属低风险对象外 其场所将再次排入检查 联合机查 并持续机查至该场所列低风险对象为止 三,因检查不合格对象多数于短期内期改善完毕 雇材公共会报历管二期 还以上人为改善之场所将加强周边相关行业场所之间排查 以上报告 那个消防局 这个是这样 因为有制评表跟那个 演讲表 以后就是看到那个 就是说差跃多的人家 那个检查频率就加高 这样才会有一个 我们是要鼓励它诚实 就是说你虽然做不好 但你先是申报 频率就不会增加 这个要一个讲诚 这样大家才会 那你说要怎么设计那个讲诚 你们自己相干 这样研究 这样研究 我们是鼓励它诚实 我们不诚实的就是要加 频率要加高 这样以后大家就比较 其实这样主要不是要去处罢它 就是说它自己 它自己写的时候 它发现它哪里不好 它自己会去解决 所以 所以 自己的局处自己管理 那你都靠外界无分难 但是我们用这个方式来 来建立自我管理的精神 好 那这里怎么做 你们自己想想看 下一个 第三案 请卫生局 商业处 都发局 依序说明报告 有关于第三案 本府联合机查小组 那在三月前列管不合格场所 未载善准下场所 请相关局处尽数依法裁处 补导这个案子 那这个部分呢 本局在108年2月1号碰机查两家 那分别是金融餐厅 及新光伊林咖啡减餐店 那这一期要机查一家 是卡红餐厅 那改善情形是这样子 那我们后续再去查这个机融餐厅 它是属于商业登记的小吃店 附设卡奥片 它在商业登记呢 是属于小吃店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在营业卫生的自知条例里面呢 它是非属这个营业 这个娱乐业的这个部分 那当时呢 因为这个也有烟害 这个房子的违规的部分 所以呢 在6月14号呢 就用那个烟害房子法 才处1万块 那至于新光伊林咖啡减餐店 属于商业登记小吃店 也是同样是属于登记 是小吃店 所以呢 它是不属于这个营业卫生列馆的范畴 所以这个部分呢 建议检除列馆 那另外在卡红餐厅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108年5月9号呢 已经复查合格 以上 那个餐厅板上 百日卡奥片也不行了 我听不懂 跟市长报告 就是说在营业卫生里面 规定就是说 如果就是娱乐院 就是视听娱乐院那个部分 它事实上必须要设置一些卫管人员 那他们当时认定就是说 那这个小吃店是 认定就是说 它是属于娱乐院那个部分 那我们后续呢 就是说当时的认定 可能有一点误差 所以呢 后续认定之后呢 它是属于小吃店的登记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要回归到这个部分来 所以没有营业卫生违规的事情 以上 不是啊 小吃店 那个如果把一个卡拉OK是犯法的 我听不懂 就是说其实坊间有很多的小吃店 其实它提供一些免费的 提供人在那边唱歌的一些 类似卡拉OK的设备 那我们台北市营业卫生里面 有规范就是说 四天卡拉OK这个部分呢 也是算是我里面 那个六大行业里面 其中所规范的一个要 那个营业卫生要管理的一个行业当中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本身 它营业的本质是小吃 啊所以呢 它那个是 这个就是说 它并不是以卡拉OK来 就是说来认定就是收费来用 所以它的认定上呢 再加上它在商业处里面的登记呢 是属于小吃店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从这样来认定 所以它不是属于 视听娱乐卡拉OK的这个业者 奇怪 我说如果小吃店里面有一个 那个头十块钱 就可以唱两首歌 那个算是合法还是合法的 下马月 下马月 这个有一个背华也很快 它被华一万块是为什麽 那是烟汗的人才会 餐厅里面抽烟要华一万块 蛤 烟汗不是 餐厅里面抽烟华一万块 那是烟汗 烟汗不是 烟汗不是不一定的 餐厅里面抽烟要华一万块 吃烟汗 吃烟汗 罚业主 要给他怪怪的 所以餐厅里面要抽烟 然后再另外设一个抽烟包箱 还是都不行 都不行 我们餐厅里面不能抽烟 你抽烟啊 这条港幅要做执行的下去吗 至内的公共差不能抽烟 这是本来的有明白的規定 好 好 好 下一個 法是這樣,一旦訂回家也能夠執行下去 不要訂下去就執行不了 那奉好,餐廳你會不准作為 那就這樣 好,下一個 商業處報告,涉及到本處的部分總共有兩岸 一個是凱灌民店 另外一個是京都民店 他們都是為取得 酒吧業的許可違規經營 本處都已經 命令他停業再案 另外這兩個案子 因為同時違反到 建築法,罰者 是重重處罰的問題 所以已經是由建管處重重處罰 業者六萬元,還有限期三個月 改善再案,後續 本處也會配合建管處 這邊限期改善期間到之後 我們會去做一個複查 以上報告 這個就是我的疑問 就是說,他如果要開一個酒店 然後那個裝潢是三千萬 然後 你去看一看,感覺說 我這是不合法的 我現在疑問是說 如果他要投資三千萬去做一個不合法的東西 他怎麼會改 這個就是想不通的地方 如果我現在要去開一下酒店 你要說 我就是那個老人茶室 擺兩個桌子,那就算了 如果他真的有去裝潢 然後他花好幾千萬 然後他是廢話的 我內心的疑問是 他怎麼敢 所以 所以上一次大同居那種武德斯科 我每次都拿出來講的 就是說 他如果要花三千萬去 去 去裝潢一棟規劃的東西 那他怎麼敢 除非他很有把握 不然他怎麼敢 你怎麼敢去投資三千萬 你萬一萬元 他怎麼敢去投資三千萬 所以以後要是抓到那一種 那個 那個裝潢很廢的規法動機 我第一個要問的是說 這個區域是誰在管的 這個就是今天我在罵那個利潛路一樣的 就是 那整片都是 到底是誰在管的 這個裝潢是那種 那種老人茶室 擺兩張桌子的 掛一幅掛的 還是那種 那一進去一看就是 金幣揮房 大酒店 那這個奇怪 那種可能 你會投資三千萬 然後開個揮法的東西嗎 你也很怕 除非你很有把握 這兩家酒店那種 關了 這個凱罐在哪裡 過去的建築法會是怎麼回事 愛景州街 46 48 50號 13樓 要不要市場去承關一下 你也找一份周圍 你也找一份周圍 你敢 他在裝網發多少錢 你還要是世界卡 那種 那個是哪個派出手 那個是中山下派出手 那他也就是 那個派出手 那是派出手 那很專業 那旁邊的建築法 要不是建築話不會有問題 他不能當警備時的問題 千萬出入都有依照相關的罰則訊法 這兩家有剋罰六萬 然後有限期改善 如果沒有限期改善,你有沒有再加? 對啦,你這樣一般有限期改善 一般酒店變成不是酒店 酒店被卡回定,還要回起來 他怎麼限期改善 他如果不能演藝就是不能演藝 他怎麼限期改善 你是說他可以重新申請變成合法的酒店還是怎樣? 他這個可能是要看圖管 圖管或是他變更的營業態樣 因為像那個酒吧業跟營酒店業 有涉及到面積的大小 所以他必須找出他適合的 可以就是比較符合法律的部分 如果他一直不改還是認定去懷疑 那我就不知道你一直是在罰 罰款就是搭我一直加他們 不是啦,我說他是呼呼了老百姓 他不曉得說是犯罰的 還是說他覺得他很穩 到底是哪一種? 好,市長 他如果違反建築法的話 他要去找建築師去做配分使用的程序 便是知道他能成做合法也有使用 真的這兩家的情緒還會不會是市長 忙一點啦 所以現在是市長 那個上面說 把那個兔子交到市長之後去看就好 我去消費一下吧 下一個 把那個兔子交,等一下會後交到市長之後 好,下一個 渡方局報告 所以屬於渡方局這邊鎖列館的部分 有四家場所 那這四家場所裡面 一家經常的小支店 其實經如意 減餐訪 這兩家也是改善 另外大上司三訪 也已經歇業 另外一個人生意門咖啡館 那他的違規的部分 我們已經做採處 第一階段六萬塊 那三個月內後來 經商業處這邊再復查 還是違規 那我們會在 建築第二階段的查處 對使用人及所有權人都課罰十萬名 好,這個案子 你跟你們咖啡館 他不曉得他那個店 不能做咖啡館 我不曉得 咖啡館有限制 那為什麼 他為什麼 應該會把那個 主管的部分 這個使用 那個商業處 這個問題要怎麼避免 就是說 他去開一個咖啡館 他是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個地方不能捨去捨被挖還是怎樣 跟市長報告 目前針對就是 我們有 就是之前的話 其實有針對 像做那個餐飲 或是八大行業 網咖這些業者的話 他在辦商業登記的時候 不管他有沒有說 夠要審查那個營業項目 我們一律就是主動幫他做一個審查 那之後會告訴他就是說 你那個 就是如果審查出來的話 結果就是說 他不符合都發建管 我們會在核准公文裡面去告訴他們 那另外上次 市長這邊的話 我們其實之前有一個專案列管 就是說針對這邊 如果他是違反都發建管的話 那後續的話 怎麼去避免這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也跟都發建管這邊 也建立機制 那過去的話 我們會在那個 醫化平台裡面 會去做一個 可能就是醫化的一個處理 那會把那個就是 名單的話 也會通報都發建管 另外我們會去審核 就是說他不符合規定的話 也會去做一個抽查 那抽查到的話 就是不符合規定的話 我們就會請都發建管的話 醫化去做一個處理 目前的話就是有一個機制在網 那這個部分的那個 就是示範的話就是一年 可是像這樣 他如果是開公司 你知道 營業場所還可以說我另外訂 可是他如果一開始有寫咖啡館 他也不可能說我來登記咖啡館 然後 然後商業登記跟營業登記是不同的地方 一定是同一個地方 不同地方 不同地方 就是3號的部分 80%以上是在同一個地方 那我們一開始他來做登記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審查 就是請都發跟建管 我們會把案件送到都發建管那邊去審查 他的就是建管跟圖管的部分不符合規定 那如果不符合規定 說到什麼開始上限 那個上限的話是另外的 但是這個就是有關於參館業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是從102年左右的話 就有這個機制在做處理 就是說他會去做一個審查 那後續的話就是說 他的追蹤列管的部分 會從今年的應該是7月開始吧 就會有那個就是會重複的去做溝擊 那之後半年的話 我們就會去檢視就是說 他有沒有來辦營業登記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有那種就是廢掉登記的問題 那如果有還是持續違規的話 那就會督發建管這一邊的話 他會再去解釋審核 這個電話就覺得很奇怪 一般來講 你說開公司跟營業場所會分開 或開貿易公司、報關行那個會分開 如果是開旅館、餐館 不可能 他一般上限跟營業場所 沒有理由是分開的 跟市長報告 因為現在的商號跟公司 其實那都是多角化的經營 那有一些比較大的那種 比如說是連鎖店好了 他可能在某某個地方去做一個登記 那他會在那個就是 全市或是其他外縣市的話 其實他還是可以去開很多的那種連鎖店 這也是有蠻多這樣的情況 所以除非他是規模很小 那他就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我租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登記跟那個真正的經營地址在一起 如果是連鎖店要開分店 現在不用再去 連鎖店要開分店 不用再去登記公商業登記嗎 我跟市長報告 這有兩個層次 因為依經濟部的法令解釋 如果他有達到分公司的規模的話 他就是需要再去辦個分公司登記 那如果他是一個比較小規模的話 是在那個公司或商業登記的部分的話 就不用再做登記 那比多他就是之後的話 他去做那個另外的稅籍登記 那是另外一個的系統 那你有估計這樣開分店要不要有分店 他目前如果他是那個每一個分店 就是如果是規模很小 沒有那個什麼獨立的分帳之類的話 他就是原則上就不會再來 就是我們商業處這邊再辦一個 就是分公司的登記 除非他規模很大 像那個7-11這種的 他都是會辦那個分公司的登記 剛才那兩家人這樣 我自己找時間去看一看 再訪問一下椅子 我的疑問是說 如果你都知道有辦法 你如果敢發幾千段去裝發 除非你跟誰有熟啊 那不然你怎麼敢 那至於那個任意門咖啡館這件事情 這個應該要做 那個要的 那個是多少幾個 應該有一個PM 應該有一個討論 就是說 如果閉門斷以後再發生 我現在發現 商業登記跟營業場所會公開的 很少很少 只有那種 那種貿易風勢才有可能 一般餐館旅館 這就不可能 都在一起 所以第一次你就跟他講說 不行就好了 他說有這種 我現在想 所以 我認為說 任意門咖啡館現在被判違規 我就覺得蠻奇怪的 那你第一次就跟他說不行就好了 那個會 就是市長指示說 在這個 在協檢的時候 就要一起把他看過 這個要 一起讓他 因為他現在 營業登記的時候 不一定他會勾 叫圖管來協診 那這部分 如果年底以後 都會勾的話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除非他自己願意 跟他講不行 他還要做 除非是這樣子 三月初沒有講清楚 三月初他們現在是書面審查 他們只要拿書面來的時候 他們只存審查書面 至於說到底有沒有違反 像這家任意門 到底有沒有違反都發的這個都記 他們沒有先去做審查 說如果違反了 然後他就不給他營業登記 是沒有 現在是沒有 他們目前是採書面的審查 那這一家其實這一家店很小 只是說他是在下層裡面 他是住宅區 可是他這裡不可以做這個 咖啡廳做這個店來使用 所以現在就是都發都記的問題 都發都記因為他第一次罰六萬 可是三個月以後他沒有改善 現在已經進入第二階段 那這麼小的一家店 他第一次六萬他還是不改善 三個月以後他還是繼續 然後再被查到 跟我講講講 你一開始你要嘛 就跟他說不可以 那就是那個商業處理處理 你又要讓他設 然後再去跟他划 所以人家會把痛恨政府 就這樣 你都改善 這個一定要改善 我告訴你 這條 以這個案子為例 你知道 還有一點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你想好以後來市長是會報告 所以你怎麼解決都會 現在這個會比以後 我除了你跟我講 現在的制度 這個不會再掛什麼 市長報告 我們目前有新的制度 正在運轉 所以它會變成是說 有溝要審查的部分 一律會去審查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六個月之後 會去做資料的比對 那比對完之後的話 就會 就是我們會有那種追蹤管理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部分的話 目前都會在上限當中 就是市長前陣子都很重視的那個專案 我們都在處理 你說這個案子六個月後 都再也不會再發生了 是不是 我們會去做一個機制的管理 那之後的話就會去做 因為一個月的那個 像有營業場所的變更 營業項目的一個變更 還有另外就是新設立的案件 一個月的話是有三千多件 所以還是會涉及到那個都發跟建管那邊的能量 所以不要用什麼湊差 那應該用下拉式的檢量那個 都是可以自動檢核的 有有 我們現在會自動檢核 那這個系統剛剛有報道過 就會在那個十二月底之前的話 會去做一個上限 因為我們之後會有登記的資料 會去跟那個什麼就是 國稅局的那個資料的話 會用電腦直接自動比對出來 那這樣的話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好結論 這個案子六個以後再也不會出現 沒錯 因為如果依那個機制的話 以目前來說 我們會盡量朝著 就是不要讓它再發生的情況 因為目前我們大概就是 可能就是跟都發監管這邊 就是有做溝通 那就是會有做那個抽查 那示範完之後的話 就會再會決定 是不是要全面 因為這會涉及到 獨發監管的人力的問題 也不是電腦比對 哪有問題 報告電腦比對完之後的話 那後續的話 如果假設比對出來結果 假設有五百件 就一個月就產生五百件 那就是獨發監管那邊 就要去處理 如果一個月有五百件 那比對不合格 那就表示我們系統完蛋了 因為系統的設計 是讓大家都不敢犯法 而且大家也不會想去犯法 如果你這種系統設出來 我還在一起 還有五百件不合法 那就一個一個請 那就表示支付有利 剛剛是假設 因為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說處長這邊的話 其實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前端這邊的話 就宣導 所以就已經有跟那個 就是工會 會計師工會 跟記帳室工會這邊 都有去拜訪過 那後續我們這個制度 開始的時候 他就要去跟那個 就是他下面的 記帳室這邊去宣導 有這樣的案子的話 就是要盡量在第一關的時候 就要直接獨發監管那邊 做全面性的一個審查 目前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前進 那就可以在第一關的話 就會發現 就是說他有不合規定的情況 那就請他們就是要 改地點去做一個經營 目前就是都有這個機制 要再亂 我跟你說 我都聽不懂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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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那個 現行的制度他商業分析並沒有說一定要讓他選要圖管來寫審 如果他選圖管寫審他第一時間他就會知道他不能做 那如果他現在到年底之前系統上線 強制人家如果他能夠要別人一定要來寫審審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他講哪裡可以做哪裡不能做 寫審要錢嗎 目前都花建管那邊應該是不用錢 但是他們有時候就說是要急著登記 所以他會勾不寫審 那不寫審的部分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一套機制 那就是六個月之後會去用電腦自動去比對這些名單出來 如果他不寫審六個月後也是要審 那剛剛全部都強制審就好了 寫審的部分就是都花建管這一邊嗎 對 那如果你要勾不寫審是六個月審 那也不是根本就通了 你現在剛剛上院說的意思是說他現在沒有機制 強制人家一定要勾內審 對 目前法律上 你剛才講說你不勾我就明天就來查你 他們是要六個月之後才會抽查 這個是護膝 我跟你說可以討論看看 我跟你說這是對管 我跟你說這還是 或者要問個題目 六個月以後就不會再發生了 我們的系統就可以防止他出來 意思是我就要聽這個 人家說NO 我說那要怎麼改進 他說意思我就不要聽了 市長 要寫審一點 要寫審要怎麼樣 很明確的就是不行 要不然你真的弄下去投資下去就很麻煩 很難改 我跟你講跟那個立賢如一樣 他如果投資五千萬 他的委建改個這麼大的委建 五千萬開了 他還要跟你拚命 他如果他是規劃 他怎麼敢花五千萬去改個東西 所以我跟你講 就好像那個大阪北段 為什麼上任有載面 敢來登記住宅一樣 因為他來登記住宅 我就換一個檔子給他 你現在登記住宅 明天就罰三十萬 會不會獨立問題使用管制 誰敢去 以前是那個稅間處跟那個 跟那個陸政處走 兩個客戴退來退去嘛 才搞出大安北段 所以政府是一體的 那我告訴我 這個我今天聽一聽 我已經發課半個鐘頭 再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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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我不要聽了 你下去就是 你要去給我想一個解決的辦法 就這樣 好 你們就把他討論了 這條 這條給他列管V 那個V 好 下一個 這個不用A 這個尚念書跟杜阿吉 兩個都不能解決掉 列管V 好 下一個 第四案 請交易局報告 交易局報告 針對本次校園建制 資訊設備防洩案的部分 本局召開兩次會議 一次是由局端內部邀請各級學校討論 那一次是進行跨局處 邀請警察局跟資訊局一起理會 來延商 那這次的就是採購案 最主要值錢的商品有兩大項 一項是大尺寸觸控螢幕 那一項是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的行動載具 在大尺寸觸控螢幕的部分 它雖然造價高昂 但是因為螢幕的體積重量設備內籤強麵的 所以市場需求及流通性較低的緣故 沒有比較不會有失切的風險 所以我們都是針對行動載具的部分 來做一個討論 那在行動載具的部分 總共存在的面向切入 首先在第一步我們在進行文件 在進行招標案的時候 我們會在招標文件中 明定要求廠商 在每一個行動載具上面去繞碼 然後安裝載具管理系統 然後裡面就是會有 定位的功能以及上鎖的功能 如果它失切的話 就可以去定位它在哪裡 然後以及就立刻上鎖 讓它沒辦法去做一個使用 然後第二部分是等載具配到學校之前 請學校就是警察局這邊協助 就是警察局的治安風水管理師 先到校去巡哪一個學校 哪一個位置是最適合集中管理 平板載具的地方 然後定請警察局這邊協助加強巡邏 巡區分警 下巡分警這邊聯繫加強巡邏 尤其是在寒暑假的部分 因為學期中通常載具在 尤其是國高中階段 可能是學生自行保管 但是寒暑假這種長時間的部分 我們就會放回學校集中 但這部分 這個時段 學校人力也會比較薄弱 所以就要請警察局這邊做一個協助 那針對已經到達學校 載具到達學校的部分 學校自行管理的地方 我們會定定台北市校園教育載具的管理原則 那學校他們就會評估他們自己的 就是妨協管理的準則 然後納入各種妨協策略 像是剛才說的集中式管理 然後將資訊設備存放 校園治安管理較嚴密的場所 然後同時定期加強財產的盤點 然後並委由專人管理 然後明定失竊後處理方式 然後學校他們在自行評估是否要 針對這些載具自辦 失竊寫或相關保險 以上說明 這個是很容易發生的事情 所以請教育局自己 先去想一想看 好 下一組 程序二 報告案 首先為公安績效指標報告 本期各項公安績效指標 消防安全管理為紅綠燈 建築安全管理為綠燈 特定目的事業管理為綠燈 衛生安全管理為綠燈 職業安全管理為綠燈 校園安全管理為綠燈 經統計各項管理項目 本期公安績效指標為綠燈 本期公安受傷人數 火災受傷4人 食品中毒就醫6人 及校園受傷13人 共計23人 比上期17人增加6人 本期公安死亡人數 火災死亡2人 及職業災害死亡3人 共計5人 比上期0人增加5人 各項績效指標報告 第一項 消防安全管理 請消防局報告 消防局報告 有關消防安全管理 第一績效指標說明 有關績效指標影響因素 不連火災時代 黃紅燈 消防安全事件檢查不合力 綠燈總計是黃綠燈 再報告績效燈號的計算 一火災事態 等級火災發生素 351件 火災月平均值為175.5件 近兩年的月平均值為188.2件 轉換燈號為黃綠燈 第二火災的死亡數 等級死亡2人 這個 當期死亡數月平均值1人 轉換燈號為紅燈 那3111件當中有兩案 造成兩年死亡 那第一案 發生在凌晨1點 造成1年死亡 那現場是七層兒子 構造的進出物 那其有物在三樓 那死者 死者是在其有物的住戶 火災發生的時段為救急的時間 那研判男性死者 因為精神狀態不佳 自行以民火點燈 臥室的床部上的可燃物 在他躲進這臥室 一對吸入過多的有害氣體 終於不止死亡 那第二案發生在晚間21點 造成1點死亡 1點受傷 那現場是一層樓的 那個磚罩 給禮物的平保 那住宅用途 那現場雖然是受有那個 住宅 就用火災警報器 但因為現場已有棄物的激震 那可能是以這個棄物引燃 那個火樹 那個火災那個猛烈 燒的猛烈 所以現場燒毀嚴重 無法判斷裡面的動作 那別人案初步 以為原尾縱火 可是在進入的追殺可能 是以原尾的自殺 那因爲實際過多的有害群 今天終於不知死亡 那第三 我這些受傷的人數 點擊 受傷的人數為4人 那當地受傷 因為平均只為2人 轉向燈後為紅燈 那311件當中有3件 造成4人受傷 第一件 這個因為更換瓦斯桶不剩 引發這個瓦斯氣爆 因為更換瓦斯的時候 剛好這個旁邊有個骨蚊燈 放在一個火花 所以造成兩名傷者逃生不及 這個燙傷 第二案就是發生在凌晨2點 造成一點受傷 那是石層樓的建築物 住宅用傷者 因為逃生過程中 去入熔岩而槍傷 第三案 這個同前者死亡的第二案 造成一點受傷 因為逃避的時候 在廚房 經我們希望人員救出 人量過程中 又吸引熔岩的槍傷 那中上 點擊火災的事態 為黃火燈 那因應對策 第一個就 仔細交講這個 住宅火災警報器的這個安裝 第二就是 定期 將縱火的分析資料 還給 還發給其他共同 加強縱火的這個防範 第三個就是 有關瓦斯使用安全部分 以6月14號新聞這個 液化 氣體燃料 散衛 散衛工會 請他們 一起先導民眾 在事情 裝這個瓦斯桶的時候 他注意通風 同時通風 那再來 自行安裝的時候 注意這個旁邊有沒有 那個易燃物 還有火苗 第四就是 針對這兩 這兩岸可能就是 因為自殺死亡的成果很高 所以我們會 如果檢察官認定 我們會 還給我們 這個 社會安全法 有關機關的參數 第五就是 有關這兩個案 這幾次 事件我們都已經 召開這個檢討會 對疫防 我再要請去做 進行檢討 第二 有關消防安全 社會不合理 檢討生化不合格力 等期 夜比因子為 15.07% 那 最近五年 夜比因子為 32.2% 那 轉換燈號 尾立燈 那 因應對策 持續對各類場所管理前年 消防這幾年 落實檢討生爆 第二 甲列場所檢查不合格力 那 等期的夜比 和不合格力 夜比因子為 4.43% 近五年為 6.71% 那 轉換燈號 尾立燈 因應對策 除了 針對不合格的場所 開立 改善通知單 要求改善 如果沒改善 就再開滑到改善為止 另外針對各類場所的 不合格的 我們 再持續 針對 這個不合格的 這個 村英 商業場所 加強他們的安全設備 保持堪用狀態 他對他們的自行 智慧 消防編組 加強指導 以強化場所的火災及應變 搶救能量 第二 本期相望 安全管理主機 夏威 黃麗丹 以上報告 這次火災 這兩個都是重火 判大概自殺重火 自殺重火 這比較難易 因為從去年到現在 這個太多了 五個自殺一個重火 對啊 這已經變流行了 有一點感染 有點 有時候會有一種 但是在社會安全網 那些事 事先知道有問題還是 都不知道 完全沒有 沒有在社會安全網裡面 這個 我們通報是檢查官認定以後 再通報 這個資料 從到社會安全網 不然是這樣 他如果 如果他重火自殺 我們事先 不管在自殺防治網 或是 性生疾病的防治網 他都沒有在我們的網裡面 你知道 那就表示我們這個網有問題 他如果 他如果有知道 但是沒有擋住 那就說我們要怎麼精進 所以這幾個案子 還是整合以後 從到社會安全網裡面 再去做 用社會的角度再去檢查 是 另外那個 檢查深報不合格率 15% 你知道嗎 15%還是很高 他 一般來說 應該是說 你都做得很老 會來檢查 會不合格率應該數量很低 不過15%還是高 當然比以前是30%更大 以前是30% 那只是說 已經在改善了 對 只是說 你自己 我還沒來檢查 你自己看一看 你就自己想 所以應該會檢查到 不及格 比例應該是很低 很低 所以我為什麼說 還要發展那個自我檢測表 就這樣 我還沒來 你就知道自己人 你不可以趕快去休息好了 趕快去休息 可是我來 我知道15%比以前30%是低很低 可是我還是高 還奇怪 你覺得這個還沒辦法才更低 解救貨物合格率 我們再來加強先導 加強公會再這樣 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是 自檢自我檢測表 你自己就高高高高 如果你不行 趕快去賭一賭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不自己精進的話 都要靠國家 哪有辦法 所以這個15% 當然以前是太大 以前那35% 這個開玩笑 太大很大 但15%比以前好多 只是說 我認為這個可以大不改善 所以我為什麼要發展 那個自我檢測表 就這樣 好啦,先這樣 你回去針對這個 消防局自己來研究看看 有沒有辦法 如果透過自我檢測表 能不能讓這部合格率 降更低 好,下一個 第二項 建築安全管理 請建築管理工程處報告 建管處報告 建管處針對建築公共安全管理的影響名字做一個說明 指標一 建築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不合格率 本期六到七月 申報件數為1761件 不合格為31件 不合格率為1.76% 轉換燈號為黃綠燈 指標三 消費場所動態安全檢查不合格率 指標三 合計執行動態安全檢查 建築市847件 不合格建築市19件 不合格率為2.24% 轉換燈號為綠燈 處理情形 不合格的19件中 有6件已經改善完成 13件列管改善中 並持續執行例行及聯合的檢查 指標四 公地周邊公共設施損害未一線改善率 本期查報件數為7件 不合格件數為0件 轉換燈號為綠燈 處理情形 持續督促公地 加強維護周邊公共設施的妥善率 指標五 建築公安事件發生件數 本期建築公安發生件數為0件 轉換燈號為綠燈 處理情形 持續以現行期次推動本處各項業務 本期建築公共安全總指標 總分數為23分 轉換總指標為綠燈 以上報告 第三項 特地目的事業管理 請商業處報告 商業處報告 影響特地目的事業管理的績效指標 總共有5項 指標1 八大行業違規加速 本期違規加速是6加 近5年的違規列管加速是 月平均有29.78加 轉換燈號是綠燈 另外指標2 電子遊戲廠業的違規加速 跟指標3 資訊休閒業違規加速的部分 本期都是0加 在指標4的部分 是特定行業公共意外責任險的未投保率的部分 本期是0 後續 本處會依各場所保險期間到的情況 持續做電話 確保管理制版的投保率 指標5 是特定行業公共事件的發生件數 本期是0屆 中上本期的中指標的燈號是綠燈 那後續本處也會持續宣導 並不定時的派員資產 以上報告 違規八大燈業6加 有什麼案子 對啊 他為什麼違規 是 跟市長報告 目前我們有6加 其中有4加是違規經營酒吧業 有一加是5場 違規經營5場業的部分 目前是正在輔導 取得使用執照的變更 而且他已經取得施工的許可 預計在8月底會竣工的完成 另外剛提到的9、8業 其中有一家 我們去8月19去復查的時候 已經歇業 那另外一家 那個4天歌唱業 也在違規經營當中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去做一個督導列館 以上報告 你說到違規的 因為有4家是什麼違規 為什麼會 就是違規經營酒吧業 那有3家的話 我們目前都是有命題 那其中有2家的話 就是剛剛提到的 海關民電跟京都民電 目前的話 就是 建管處那邊的話 就是有處罰 那也會持續給他一個改善期 那 我想 這樣好了 這個問題 顯然不是在重複 就是他來做登記的時候 因為跟他講都不行 不要再來登記你要發照給他 然後以後再去抓 那很奇怪 市長報告 因為那個9、8業的話 他是一個事後許可的行業 他原來在登記的時候 沒有這個行業 那他是事後違規去經營的 所以我們是透過去 不管是民眾反應 或是機查的時候 發現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一開始不是在登記9、8的嗎 一開始的話 就是可能是類似那個餐廳 或是飲酒店業 那這個不是一個 許可的經營的一個行業 那一般大部分的違規都是這樣 他就會去違規經營其他不允許 或是那個 都計建管不可以經營的行業 那都是事後的時候會發現 那就會去做 依法令的話 就去會請他 請他命庭 或是罰款 或是請他輔導改善 好啦 沒關係 如果他一開始是登記參觀 然後後來開酒吧 這當然是他不對 這個我哪有辦法 因為你來登記餐廳 後來給酒吧 但是他一開始來登記酒吧 你還發執照給他 還發商業登記給他 然後以後再去跟他 違反土地運氣使用管制 再把他罰就罰怪 這就奇怪 那你政府一開始就 就不要給他就好了 這些行業的話 就是要符合都發建委 還有相關的消防各種法令規定之後 才會給他一個許可執照 那我們在辦登記的時候 只要有發現這樣的業別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去特別的注意 所以 我意思是說 這六家扣掉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你不管那個 扣掉其他你都沒有錯就對了 都是他不對嗎 就是 就是 目前的話 我們發現的 幾乎所有的案例都是 都是他為 就是 不是在當初的那個登記的這個項目 好 這樣就 那如果是這樣就沒什麼好講 適當辦法 那辦法那就沒什麼好講 就操嘛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放一個商業登記給他再去操 這就說不對 所以 所以如果說這裡面扣掉一兩家說 我們以後系統上要再解決 其他的都是他不對 對不對 第四項 衛生安全管理 請衛生局報告 在六到七月公安 績效指標 衛生的部分 平均是4.3分 轉換為例 在第一項 防疫績效方面 第一個小項 癌滋病的部分 六到七月本市 新增感染HIV通報 數月平均是0.5 所以是綠燈 那第二項是突發重要疫情 那機關署在7月18號公佈 世界衛生組織 在7月18號有宣布 剛果 有伊波拉疫情 那也表示目前是維持 該國旅遊建議等級為惡警 是警示的狀態 只不過疫情經評估對國內的威脅 風險水滴 但是無法排除淨外移入病例的可能性 建議民眾要 如果必須前往一災當地採情 加強防護 那有關伊波拉病毒的感染 六到七月中央公佈 突發中央疫情 以前本市通報令是沒有 所以在按照這樣的話 我們建議是防禮燈 那另外在食安績效指標的部分 六到七月本市有發生兩件 失靈中毒事件 就醫人數是六人 所以這個屬於防禮燈 一個是發生在復興中型 一個發生在新東南海鮮餐廳 以上 道指長王浩在講什麼艾滋病 道指長是他搞錯來的 王浩議員有一個新聞 有說什麼艾滋病 我們有跟他解釋 簡單來講 他只是看到我們過去幾年 艾滋的新發現案例逐年上升 當然到去年已經下降 今年其實也可能是下降 所以我們有跟他解釋 是因為我們加強做篩檢 所以發現率有增加 但是其實我們篩檢的數目 篩檢繼續努力篩檢 但是事實上發現率已經下降 表示說我們的防治是有效果 所以這一點後來他也能夠理解 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再努力 我們有努力 因為艾滋病它是有三個關卡 那我們在所謂的90、90、90 第一個90是這些有病的人 我們有沒有把它找出來 這一部分我們才80級 第二有病的人 反應90以上是不是都有治療 這一部分我們超過90 第三個就是治療的人 他的血中病毒是降到不會感染 這一部分我們90%已經達到 那最主要就是第一個90% 發現的部分還不太夠 所以我們過去幾年透過種種努力 就提高篩檢 所以因為這樣的努力 就是把案例找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 艾滋有一個概念 就是治療疾病 所以我們後面治療得很好 所以這些人就比較不會再傳染 所以事實上是過去幾年 艾滋病的一切 經過努力 它是有下一個 減少的歧視 目前這樣 New Case有減少的 New Case減少 發現的New Case減少 好 OK 下一位 第五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請勞動局 勞動檢查處報告 市長和各位長官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 相關的資料 請各位參考 第62到70頁 那針對我們本期的 六到七月份的 績效指標的說明 本期 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的總指標 就六大直轄市的部分 還有本市 重大直接災害死人數部分 跟重傷人數部分 算數平均數的分數是14.3 所以本期的 績效準指標為綠等 六的三頁這邊 只會看到指標1的部分 針對六大直轄市的重大 直接災害死亡感染率比較 我們一到七月份 同期的重大職業死亡人數是六人 各位參考表1 所以我們在這個 重大死亡人數六人的部分 我們在死亡感染率是2.49 所以轉換下來 我們的燈號是綠等 再來指標2 有關死亡人數的部分 本期有死亡3人 所以轉換的績效 指標燈號是黃燈 指標3 針對本市重大職業災害 重傷人數的部分 本期沒有重大 直接災害重傷的人數 第三部分 因應對策 本期有關6到7月份 重大直接災害死亡3年的部分 是6月17號 北投區大葉路 屋頂防水作業 墜落致死案 這個案子事實上 是一個臨時的 臨時建物 它是一個宗教團體的臨時建物 7月12號呢 大安區光布南路 有一間餐廳 這餐廳的室外機 冷氣維修作業 發生勞工感驗 那在發生的時候呢 延遲到8月5號不幸 往生 7月19號 在大安區和平東三段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是 我們大地工程處 承辦410號公園 的一個工程 那這個工程呢 在從事編播作業的時候呢 發生土石坍塌 然後砸死一位老公 針對這三個案例呢 我們本處相關因應的作為如下 第一 發布最新的消息或即時電子報 加強警示指摘案例 並且宣導預防對策 供相關的事業單位及老公參考 第二點 一百零八年7月25號 我們賈九年營造 五分有限公司內湖科技園區 產業資源設施開發案的新建工程 辦理台北市營造工地 自主管理策略聯盟的工地官務會 會中有展示 如空拍機 主動式警告系統等科技產品 運用在工地 安全衛生管理 及高溫 高氣溫戶外休息區等 避免工作者在戶外作業遭受到危害 那這一場呢 同時也邀請了 營造工地自主管理策略聯盟的會員 以及中華民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工會 總共有155個人參加 第三點 7月31號 我們辦理有關公共工程督導 及兼造人員的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那針對營造工程 直在的案例 來做一些分析 防災對策 那也提醒他們在這個部分呢 應該要多加的加強的留意 那這個場次總共有70億人參訊 8月14號呢 由我們本府的宣布秘書長 由主持召開台北市深耕指安四年計畫 108年第一次督導會議 有責請在108年1到6月份 發生重大執災的本府所屬機關提報災害的檢討報告 那7月份發生的這個410號這個案子呢 也有拜託大力處在會中 也有提出一個報告 第五個部分 我們有規劃預防繼續與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來合作辦理所屬會員的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防災宣導 第六點 6月1號開始 一直到9月 是我們本市 針對擴大夏季戶外高氣溫作業 熱害預防的宣導 也同時啟動相應的勞動檢查 在7月底為止 總共執行了1313場次 通知改善10項視頻 那在這個啟動期間呢 我們是配合本市有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的熱浪災害預警通報及防救計畫 在6月21號 7月13號 7月14號 我們接獲環保局的熱浪預警通知的時候 就發送給相關的事業單位 提醒他們針對有關高氣溫熱危害的即時訊息 提醒他們就加強防範 並且呢 也請相關的科士呢 能夠加強執行 高氣溫戶外作業的宣導及勞動檢查 6月28號 由局長親自帶隊 到市府廣時園區的工程 督導檢查之後 還預防及進行高氣溫戶外作業的宣導 並本處也主動 安排接受台北廣播電台 以及家人廣播電台的專訪 來做相關的一些宣導措施 第四點 針對營造業的高風險跟吃風險工地的檢查場 在第二段的部分 我們在有關高風險工地依照計畫檢查數是118場次 實際檢查131場次 整體檢查執行率是111% 市風險工地依照計畫原來檢查是67場次 實際檢查91場次 整體檢查執行率是130% 相關的資料請回答案參與表2 以上 我們那個第一岸高風墜落是 它是一個臨時建屋的防水作業 那它那個墜落的地方 實在算是建築延伸出來的雨遮 那雨遮的地方它是一個繁固的結構 那這個勞工上它不是一個資遣的勞工 它是一個資深的勞工 那個是夠高的 大概5米5 5米5總會算是 一樣就是都沒有按照安全保護 他們那個座位他們都不喜歡不習慣的安全保護 而且因為6月份坦白說天氣已經開始變熱了 所以一般的勞工他們在座位就不錯 所以頭部還這樣適合 一樣也是頭部撞到沒有錯 一般5米5算下不會是 我跟你說那個 我最近有去Sulieham看過 Sulieham有很多那種高風 是 整套人 是 從那個AR VR的高風安全訓練 到那個設備 是 其實 其實這幾個專門在做高風作業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都可以進美國的標準 還是可以 我不曉得現在會做高風作業的公司有哪些 跟市長報告 其實我們一般講的高風作業 比較說是像 比如說像我們的一般在洗外牆 那也是高風作業 那也是高風作業 蜘蛛人 它是用繩索的這種也是高風作業 那還有就是說一樣 像有時候做廣告招臺 他們會用那種所謂的移動室的啟動機 我們台語俗稱叫做拿家 我今天拿工人就在裡面做 這個一般我們家工作也是這種 那像它這個其實嚴格加起來 它比較像是所謂的屋頂 但是它這個屋頂因為它不是 一般的建築結構 它是臨時建築 它是一個寺廟的一個類似稻草 延伸出來的那個遮雨紅的部分 只是它比較高一點 所以墜落高度我們那時候 測量大進步就沒有 可是我們高風建築還是很多 我剛要十幾樓那些 那些在蓋房子那些都算 我剛才是這樣 有機會去參觀一下 我看一看 屬立院在導演 導演的總公司 是 我跟我家當人跟你聯絡一下 謝謝 就是高風作業還有整套 包括那個訓練 是 我哪些是哪些 就是說 反正做這個行業的就是 那幾 一樣啦 八十二十八十五 專門在做那一批的 還是設備還是 還是更新的更新 沒關係 你去看 那再想 有什麼想法 好 下一個 第六項 校園安全管理 請教育局報告 教育局報告 教育局校園安全管理指標 總共有七項 那前面三項 提建集由 氣設施管理 跟實驗室 還有游泳設備 本期無發生件數 對應燈號為綠燈 那第四個指標 是校園活動管理 那本期發生的件數為十三件 那受傷送醫的人數 總共為十三人 那我們分析了一下 裡面的案件 大概有八件發生是在於 幼兒園的部分 那它是 有的案件是小朋友 可能去撿球 然後自己跌倒 或喝水的時候 撞到櫃子 然後都到醫院進行封喝 然後第五個指標是 校園霸凌方式 那前期的確認案件為一件 那本期的確認案件為兩件 那總共輔導人數為四人 那行為人跟被行為人 都由學校的輔導室進行輔導中 那第六項為 校園門禁管理 本期發生件數為兩件 那沒有人受傷 那最後一個指標是 校園房欠安全本期 無發生件數 以上燈號為綠燈 以上報告 好 下一個 程序三 專題報告 專 更正 第七項 公共安全聯合機查小組工作報告 請輪子指揮光都發局報告 都發局報告 公共安全聯合機查小組工作報告 在118年6月到7月 那機查案件統計報告 本期執行民業場所聯合機查的工作 即出勤51個時段 出勤人數491人士 共計查220家場所 其中營業場所即有36家 實際抽查184家 其中會符合規定由本局 相關局處來做查處 並列管復查 如表一之一 請參與 第二部分 張天不合格場所告示的執行情形 本期張天 建入消防安全不合格告示 及建入公共安全不合格告示 總共有14家 經復查合格規定者 予以移除 不合格告示 消防安全缺失部分 已改善1家 公共安全缺失部分 已改善11家 上於消防安全1家 公共安全1家 持續追蹤復查 並以網站公布不合格訊息 如表2 第三 不合格場所違規態量 及查處 實行情形 消防安全不合格場所部分 即抽查項目 即有4項 本期不合格違規態量 即有2項 其中消防設備一件 包括管理一件 公共安全不合格場所 抽查項目即有6項 本期不合格違規態量 有15項 其中 走廊公罩3件 安全機2件 以及進口1件 公安申報9件 如副表3 第四 府級覆查 執行情形 本期 府級覆查於7月3號 及7月25號 兩場無預警的抽查 由蔡山市 請教以後 率同研討衛生控室等相關單位 進行抽查 本期普級覆查11家 分別抽查按摩業6家 酒吧2家 衛營業3家 其中7月3日檢查結果 建管不合規定1家 7月25日檢查結果 衛生不合規定2家 令11家場所前置受檢不合格紀錄 第五 本期覆查結果及全責機關 處以後續措施如副表示 第五 不合格場所最終管制行行 前期不合格場所執行情形 截至108年5月 列管不合格場所 既有1149家 前期統計結果 既有1114家 已改善 本期統計增加29家 已改善 上有6家未改善 不合格場所 執行情形 本期不合格既有58家 已改善38家 上有20家未改善 不合格場所最終情形 截至108年7月 不合格場所 既有1207家 已改善1181家 上有26家未改善 如表1 案內列管不合格場所各級 改善情形 如表52 案內未改善場所 等處理情形 如付表 通關安全的追蹤表 以上報告 一樣喔 前兩案例 四級違規使用 就是從哪一遍 是他去申請 申請一個 然後後來不照那個做 還是說他一開始就是多個 就畢安跟畢安 對 對 大家看一個 未改善的這個 案 這一部分 這個 其中有一家叫 生命之敵 養生肺環 其實這一家 你看它叫 生命之敵 養生肺環 上面講 它應該是奏橋不大 那這一家是我們組織區域部長 結果在 它在它的後面 有七天房間 是做這一個 房間裡面在做案 那這部分是 學會使用 那我不曉得這邊 只有對消防局 我不曉得建範是對於它這個 擴大營業面積的 會使用的 這個 這個 像我是多有去看過 那個 它的違建 是不是已經出了 是參與沒有的 其實這一家 這家登陸也不在 這一家就是那個 LV這一家 這個瓶 它它前面 已經是別的前面 被奠練 它是一個LV 就是瓶的老闆 然後它還有一個鐵 我們是通到LV上路店裡 斷了 這樣子 上次我們看了水斷店以後 又有戶水戶店 就是從這邊接近 然後它前面有一家 像 叫王子講的叫 它的店面走側 有分租 裡頭彈彈店 我不曉得這一個 商業處 它鎮定到底 它這個努力 有來做商業登記 在現場看 它這個就是像日本的 風俗店 參與那個 年輕的這個小姐 或者是年輕的這個 年輕人 然後在那邊 文室教課 在那邊蒸氣 然後帶到哪一個飯店去 是這樣的一個行業 我不曉得商業處理 我想這一家 這家要先繼續列管 然後下次報告 或者報告違建的處理情形 好 那我另外一個 你說那個 除道養生事業國家聯盟 第三個 生理 生理主體 生理主體 老生會廣闊 下延期 被廣闊 跟其他書項 應該要認識最廣闊 八十八月 這哪個地方 不合格會改善場所 的處理情形 來 有沒有人要解釋 先往這邊 這個違建固定 在我們處理 因為這是我們二頁 或是處理 達到 究竟拍攝都很奇怪 請往處報告 有關剛才那個 參事所提到的部分 違建的部分 後來我們有用 既存違建發揮公共安全查報 因為 剛才 參事所提到裡面 有七個隔間 後來我們發現 那個是在社區的中庭 他是 很久以前 他就把中庭 蓋個棚架 然後就是整個包圍起來 然後後來就是大概 那個非法業者 就是 佔用這個中庭 然後裡面就是隔間 做成按摩 建議這樣隔起來 那這個部分 後來我們有用 集團違建查報 那違建的部分 我再查清楚 看是 是怎麼樣一個改善方式 我們那時候是要求整個 就是把它清除掉 整個採索 採索完畢 我還是說那一句話 就是說 如果老百姓你知道 他會花很多錢做違建 那我就覺得奇怪 一般我們 我們不會故意花很多錢 去做犯法的事 對不對 而且我以前還講過 我說那種違建 那個建築師 或是室內裝潢 那不是說要查 要公布 有 有 都有上 室內裝修 如果他沒有事先 核廢的話 他又是這個 葉的話 我們都查到都上 對啊 像這個 像這個 你說那些違建 查得到是誰做的嗎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很很很很久 大概 可能有十幾年前 他就是社區的裝潢 對 那如果很久 我就 我就沒有在追殺 就是這樣 不過是這樣 我覺得以前的 剛剛是以前的好 對以前的 對以前的 但是從現在開始不行 所以說 不然 這個要給那些 那些建築師 或是室內裝潢 職業的 職業的人 要給他壓 你說 你來做都知道 非法的給他做 要給他壓力 不然 所以那個 如果是那種 大規模的給建 是哪一個建築師 哪一個室內裝潢 就給他上網 那你就是幫兇 那你 那個屋子 還可以裝潢 不說 我不知道 那你那個建築師 跟室內裝潢 都是職業的人 都是專業的人 你還來做大規模的違憲 那你講 像 我現在很奇怪 像這個 很惡性的老闆 他怎麼那麼厲害 就是要犯法到厲害 他沒有辦法改邪規診 很困難 沒有 沒有正當的生意可以做 一定要做非法 不做 不做 不是啦 這個不要 我們滑的錢 他現在還在討 他有蹲你腳 外面你滑的他也蹲你腳 不是啦 他如果沒有腳 他不會用他的門子 再去登記這一腳 那他就是 用人頭 好啦 那PM是誰 這一家是誰要護得你處理 你們這個是照製照文 剛剛講 照文去處理一下 好 那個開店 那違規了 問一下 你說那個是 簽款做的 好 那就簽款做 還給 依法行事 反正這個每個都有類款 下一次還會還會出現 你們自己看著笨 下一個 程序三 專題報告 好 專題報告一 提升到院前 心跳停止 存活出現率 請消防局報告 好 市長以及各位宇慧 請消防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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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歐卡的一個 存活出現率的一個部分 那 那大量內容大概分了三個部分 從過去現況 以及未來展望的三個部分 來分別做一個產數 那在過去的部分 我們統計我們 2018年的一個相關資料 那我們出席量 其實較前年來說 是減少了4801一趟 那送醫人數是減少了1031人 但是我們的一個 歐卡的一個送醫人數呢 是增加了85人 而且我們歐卡康復所選的一個人數 到達121人 是較前年增加2人的一個部分 那在現況的部分呢 那目前其實全球複輸聯盟的部分 已經有一個10個概概的部分 讓全球去做一個參考 來提升我們一個 道院前的一個服務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本局呢 也在今年的一個 6月27號的部分 也辦理了一個 全球複輸聯盟台北研討會 那這部分我們邀請了 美國、挪威、日本 還有新加坡的一個學者 來做一個分享 那另外我們在回憶當中呢 也針對一個 10個概概的部分 來做一個討論 那在研討會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邀請了中央、地方 還有民間等16個單位 來共同簽署了一個 台北的一個 複輸聯盟的一個部分 那希望我們可以繼續 精進我們道院前的一個 救護服務的一個領域 來提升一個 歐卡堂戶事業的一個鼓勵 那我們經驗度強化的重點 大概有三個 那第一個部分是 我們希望的 繼續持續的 使用跟 改善我們的一個 DACPR的一個部分 那DACPR主要是 在我們的一個 119受理了以後 我們的配線員 他可以辨識出說 這個幫案電話 可能是一個歐卡的一個患者 那我們會去電話指導 這個報案者 來實施所謂的一個 胸外按壓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希望繼續來做一個 HPCPR的一個 訓練跟一個 補完的一個部分 那這部分 我們是希望可以 針對一個 胸外按壓的一個品質 來做提升 我們的按壓頻率、按壓深度 還有一個 就是不中斷的一個 時間的一個降低 那第三個部分 希望我們會來推動 我們一個 全民守護者 愛護的一個推廣 那在 美國新售學會 針對 DACPR的部分 他們大概有 訂出一個標準 那在 及格標的部分 是希望我們 從受理後 的120秒 可以去做一個 辨識 180秒以內 可以去 引導這個 包案者 來做一個 胸外按壓 那在高標的部分 是希望在60秒內 就可以來做辨識 那120秒的部分 來做一個指導 那我們 我們來看 我們就是 去年的一個 相關統計的一個 資料 那其實我們目前 有四項指標 都是達到 及格標準 那甚至在 一個辨識的 一個時間上來說 我們是達到 一個高標的一個部分 那這部分 我們也會持續的 來做一個 精進跟提升 那在 旁觀者CPR的部分 我們在 103年的時候 導入了 DSCPR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的一個 旁觀者CPR的一個 比例呢 也是 主演的在提升當中 那其實我們 針對 歐卡的一個 康復出現的比例 看起來目前 是跟旁觀者CPR的比例 是呈現一個 正相關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 截至像 今年到7月來說 我們的 旁觀者CPR的比例 已經達到 50.3% 那這部分 我們在去年的部分 也完成了 1142人次的一個 HTCPR的一個 訓練 那我們甚至在 今年度的一個 3月12號的部分 我們辦理了一個 種子交換班的一個 培訓 那這部分我們也 順便協助了 台南市跟 彰化線的部分 來做一個 種子交換的一個訓練 那在 群民守護者APP的一個部分 我們在去年的 12月16日 手機從iOS跟安卓的部分 都已經雙方上線了 那我們是希望 藉由這個APP的部分 可以針對一個公共場所 Oka的一個患者 我們把這個資訊 藉由這個APP 推播出去 那讓這些 所謂的 志願者 接到這個訊息了以後 他們可以 究竟的 前往這個 地點來實施 所謂的 CPR 或就是拿所謂的 AED來做一個 電擊 來爭取這個 搶救的一個 時效的一個部分 那目前為止 我們總共有 8000多人的一個 下載量 那已經完成註冊的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 一個部分 那這是我們 今年度目前 推播跟 有回應的一個 相關案件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 持續來做一個 精進跟推廣的 一個部分 那在未來展望的部分 大概有三點 那第一個 我們會希望 派遣員的部分 從那個 DA CPR的部分 可以開始 引導民眾去 取用所謂的 公眾使用的 AED來做一個 電擊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會希望 針對 我們連本市安心場所 裡面的屬屬員工 來推廣 跟下載 所謂的 全民守護者的 一個APP 讓他們加入這個 行列 那第三個部分 就是在我們 製喊系統的一個 優化裡面 我們會希望把 AED的圖資 做一個結合 那另外針對呢 台北市的 比較特別的部分 是針對 所謂的 危機的一個個案 我們會有所謂的 爽規派遣的一個部分 會有EMTP 跟EMT2 同時 來做一個處境的 一個情形 那因此我們也希望呢 可以針對 一個EMT2 跟EMT2 跟EMT2 一個teamwalker的一個概念 來強化我們目前 到院前的一個 急救的一個品質 來達到說 我們可以有一個 更好的一個 抗膚出現的一個比例 那我們 以上的這些 作為呢 主要都是為了 要緊扣我們 生命之戀的一個 每一個環節 來達到所謂的一個 提升 康布出現的一個 比例的一個人數 那也希望我們 後續 大概每年的一個 康布出現的一個人數呢 都可以佔120人以上 以上報告完畢 這個 反正這個就是這樣 差不多了 從去年就有幾個 1121 1121 121 121 以前差不多56個 104個 104個 102個 好 下一個 專題報告2 建築物外牆市面剝落查處 執行專案報告 請建築管理工程處報告 市長、副市長、各位長官 接下來由建管處報告 有關建築物外牆市面剝落查處的一個執行情形 簡報內容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個情言 第二個業務作業流程 第三個專案的執行情形 還有第四個部分是設計作為 有關第一個部分 那因為 每一棟建築物在興建的時間都會不同 所以隨著時間會有點變化 所以有些建築物會比較 因為早期比較興建 所以會有老化的現象 所以在建築物剝落的時候 都應該一以加強防範 那台北市政府在 為了減少發生外牆剝落 複化的一些公安事件 建管處在 依建築物法七七條 還有在103年 台北市執行的一個 外牆市面剝落的一個執行計畫 的一個計畫的執行裡面 只要是受1999市民熱線 還有市長性向的陳情之外 我們都會聯絡區公所的 但是定期巡檢或者協助通報 只要建管處一接獲到通報的時候 我們就委由專業技術團體進行看檢 那進行 那針對 會要求看檢的時候 要求建築所有全 還有管委會 輔導並獎勵 社區做好安全的防護措施 進而整建維護工程 以提升公安安全 增進市場觀瞻 那目前一般外牆的剝落情形 有大約這五種 一種 髒污 裂貨 還有鼓掌 還有玻璃跟剝落 那一般的原因有這些事項 例如說建築物的瓷磚底材跟結構體本身 因為有熱障能說有玻璃的現象 或者是牆體本身因為有溫差 內外溫差的差異 或者日照陰影 還有一些像瓷磚顏色吸熱性的炒症那種差異 或者是施工的時間點 完成跟內部的牆面施工點不一樣 所以會有造成種種不同的剝落情形 那第二個部分有關我們建管處目前執行的外牆通報的執行作業 目前我們的勘檢等級分為五種 第一種A級 A級就是良好 就是表示建築物的外牆比較有剝落的現象 第二等級是B級上課 外牆一樣沒有明確的剝落跟鼓掌現象 沒有明確的裂縫等變形 第三個是C級就開始需要注意了 或進行輔導修喪或改善 那一般這種情形就是外牆面材 會有一種明星的剝落 或有一種浮起來的現象 接下來第四個等級 所謂D級 具有潛在危險 然後我們就會建議限期施作臨時安全的防護網 因為畢竟這個外牆如果有剝落 然後有長起來的現象 通常在五黑北沒有超過五黑北這種現象 像右邊這種照片已經有明顯的剝落 就會列入第一級 再來最後一個等級就是D級 有明顯剝落 而且會拉警示帶並限時要求它做好臨時安全防護 就留在右邊這個照片已經明顯就有一個剝落現象 接下來就是整個限期改善的階段 通常我們會分個五個階段 第一個案件通報 就是針對市民有通報 或者一些剛剛講的里長有協助通報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進入那個開始勘檢程序 那第二個階段就會要求一些緊急事情 我們就會聯絡一些專業團體幫我們進行勘檢 第三個階段如果涉及剛剛講的第一級的話 我們就要求它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官員管理委員 要做好限期改善 再來複查作業 複查作業會要求限期有列管的 我們就會再進行複查作業 最後如果它有改善 我們就預言解除列管 如果人們沒有改善的話 我們就要求它 預言持續要求它做好 那目前這是103年到108年的統計數 改善的有1224件 已經付到改善的1119件 然後其中是改善建築1056 防護網的施工有63件 完成率大概91.42 再來補助部分 那台北市為了鼓勵市民申請補助 我們在今年的7月31號有修正 並公告由原來每一棟4萬元 提高到10萬塊 那當然協助市民可以提高這個意願 那外牆的補助 主要對象是針對10年以上建築物 且非單一授權人 以洞為申請單位 然後以面臨道路的回線 那補助的額度 以每棟10萬元 那整棟應該有2分之1以上的租貨同意 或有管委會來申請 那申請程序會分兩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就是修繕之前 因檢付一些現況照片同意書 來跟我們包備 修繕完成之後 再提出領據 跟保固 保固說明書 還有完工後的照片 還有完工後的照片 來提供事情 補助 那這是前後 那個施工前施工後的一個案例 那這也是第一個案例 前後的一個差異 接下來次進座 建管處 因為在103年有個金華大樓剝落事件 造成砸傷女童事件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陸續開了幾次三次的會議 基本上管理防範有兩個面向 就是針對既有建築物 我們要事後矯正 然後新建的建築物 我們要提前預防 所以針對新建建築物 我們在施工的過程 都會參照公共工程的施工規範 跟國家CNS材料的進行 在施工的過程 施工前 就要補付施工計畫 施工中跟施工後 都要有簽證的說明 那這是我們施工的一個時間點 從申報開工 方樣勘驗 各樓版的勘驗 以及到後端的始造申請 各階段我們都會有要求 每個階段應該做什麼 施工前的話 我們就要求 要將施工計畫處 納入外牆施工平管計畫 增加外牆施工磁磚的分割 各種土 簽證 由陳造人跟建造人 來負責進工 施工的階段 陳造人 就要取得外牆材料的各種 物性跟畫性的材料 還有一些古件 接著記 承載的強度 跟材料證明 予以減復 進工之後 一樣針對施工的照片 證明 以及施工過程紀錄 都陰暗予以絞交 這是我們一些文件的 檢譜 接下來 台北市 在今年有 增定建管制度條例 增定一個31條之一 有明確規定 領得10兆 達一定年限 或者是外牆具有風險的 這些建築物的所有權能 跟國安委會 應該定期委託專業 進行診斷 以及外牆申報 我們是在今年2月22號發布 然後相關執法 還在牽扯中 預計明年1月1號實施 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分類表 基本上分為兩個大類 一個第一類就是 第一面11樓以上建築物 領得只造30年以上的 每3年就要申報一次 至於說領得15年以上 未滿30年 如果是外牆未曾剝落的話 我們6年就要申報一次 如果之前有曾經發生過剝落現象 每3年就要申報一次 以上是法令相關困擡的對象 以上報告 程序4 定期報告案 請各位長官自習參與過益資料 右上角頁數第98頁至130頁 程序5 臨時動議 那個喔 公公安全我想還是這樣 幾點 第一點我們還是要強調自主管理 所以說自我檢核表就要做 所以有時候也說 檢修部的合理15% 當然跟以前比起來是很低的 但是如果有一種自主檢核表 我們期待他說 那邊應該要塑膠 應該要更低 所以那個要努力的空間 所以我們 我們要開始建立一個自我檢核表 然後開始建立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自我檢核表跟我來查 誤差太大 就是說那種收縫 收縫的處罰 我聯合你 你就跟我說你不合格 不合格他也知道他不合格他也努力 那你不合格他也全部蒙著眼前全部打夠 那我就把你多查幾次 所以那個 那個自評的分數跟那個 我們評的分數差太多了 你知道嗎 那就是 那常常去查大 久而久之後 我們慢慢讓老百姓兩個人習慣說 我就自我檢查 然後我不是 安全是大家希望 所以不要人家來吵 自己檢查就好 就可以做得很好 我們去比較接近抽查的角色 應該是將來是往這方向去努力 所以那個15%的負荷格力還是抬高的低 第二點 那個商業是不是儘管是 還是要去補體抽薪 如果他登記餐館 後來要做酒家 這當然是大不對 可是他登記酒家 你後來建造給他 後來再去抓他 那個就是不對 你開始跟他說不行就不行 所以關於那個商業登記 你知道 後來我想一想 你們每次都說商業登記跟營業場所 常常會不一樣 後來想一想 會不一樣的人很少 不多啦 90%還是商業登記跟那個 你知道我三層嗎 兩三層會不一樣 為什麼 哪些Case會不一樣 跟市長報告 因為目前公司行號的登記 是一個多角化的經營 他有時候他就是會跨到其他的縣市經營 可能就是說有類似連鎖店 因為我們上次有針對那個去 也就是今年的8月之下有做一個檢視 那大概就是會有可能就是有兩三層是會不一樣 那這個這個 我剛才想講 商業登記營業登記 不是啦 我們台北全所做這個程度以後 我們還是會建議中央做一個全國統一的管理辦 不然這樣 我想 儘量讓商業登記跟營業場所 儘量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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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覺得這樣啦 我還是那一句話就是說 你不要讓他投資五千萬 那你跟他拆 你一開始就跟他講不行就好了 那所以我們不可以很奇怪 那講也好 他常常就是前面的假裝 不是假裝 那你有時候他不行就跟他說不行就好了 你又跟他講 所以千萬不要在那一種喔 我看他有幾個那種什麼酒店啊 我都覺得有疑問你知道 他如果花了好幾千萬去裝潢 那你現在要把它拆掉 那你先跟你拚命啦 廢話啦 我都花了幾千萬了 你先把我拆掉 我先跟你拚命 可是問題是 他怎麼會花幾千萬去裝潢 他一開始去裝潢的時候 他就應該知道說 所以說他的認知 我們為什麼會讓他認知有問題 這是我們要檢討的 我們為什麼會讓他認知有問題 所以老實講喔 那個 我每次拿那個大東區那個伍德斯特那個來講 就是說 如果要重來一遍你知道 那個我覺得那個 我常說 我們又慢慢每次遇到個案 所以去問說 他後面的通案是什麼意思 伍德斯特那個就是這樣 後來他就襲軍倒閉跑掉了 我常在想是他一開始準備要倒閉 還是因為我們要抓他來倒閉我都不知道 你認為 他本來就準備要來詐騙還是 我們讓他生意做不下去他只要詐騙 你覺得是哪一樣 可是生意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準備要襲警倒閉 所以是這樣啦 意思是說我們 我們逼著他走投訴 他只要欺騙社會 然後倒閉就跑這樣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案例 從來一遍 我以為都不遇見這種事情發生 沒有那個說 你看一般人不會花幾千萬去做犯法的事情 所以他很有把握 所以以後以後 是不是能夠跟市長說明一下 就是以偉德武士這個案子來講 他那個地點 商業區他是可以做健身房 他用的變更也可以變更 他唯一的問題是 因為他某種 之間打了一個室內樓梯 那打了室內樓梯 要取得全體輕縮全能的動力 他在取得同一數的過程裡面 花了他很多的時間 所以在變更的過程裡面 所以我們一直拆花 最後 因為我們一直請替他 大家根本一定會這樣 不是啦 我要說 隱瞞有一點要做室內踢 我以後你賣就好了 不是啦 我是說 你就把他一點 法如果實在是有問題 我們修改法 千萬不要法定在那裡 因為法很難遵守 然後逼大家犯法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開始建立一個法制的國家 法如果不對 那你就跟我說修改 你不要法定在那裡 然後大家都不遵守 他在跟我說 那個法很難遵守 那法很難遵守 那法很難遵守 那我不開始就修改了 所以不要讓老百姓 我花幾千萬 老實講 那個立賢路那件之前 我還是很有意見 差也是不對 為什麼 他都花幾千幾老老 那開幾個都給他 那你現在只把他差 鬧路上 那也為什麼會開始 讓他漲成那一大片 那你又跟我說 因為沒有人來檢舉 明明在協調四十九次 沒有人來檢舉 所以是這樣 有問題 有問題 每天早上七點半都在開會 有問題 不然我沒有叫你負政治責任 有你進來報 我幫你扛 那你又不進來 也不進來 好啦不進來 我跟你講 現在不進來 不可以這樣 就是 是非對錯 對就對 錯就錯 如果有困難 不然我講 所以如果從哪一變 這個案子應該是四年前 甚至五年前 就要 福利分區使用管制 就要修了 那你讓他全部 電動開起來了 變成一個聚落 那再去拆他 那不是老笑 所以我跟他很奇怪 那些政府的重點 所以政府不要 政府不要變 政府是就是不是 都要建立一個法制的國家 我覺得那是一個 我跟你講 從大和北段一千六百七十八 內湖幾乎四百七十六戶 內湖夾城戶 在遠雄四十一棟工業債 到四十大 到五十一戶 坦白講 我非常有意見 這表示 表示我們不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我雖然隨便念一念幾千戶 所以法律定在那裡 所以法律是給人民尊所用的 不是給人民參考用 定個法律在那裡 明明也沒有在尊所 然後你跟我說 沒有人來密告 沒有人來檢舉 那你如果 你竟敢說 突然是把錢給你 所以我很討厭那個 就是說 只有管局警察不知道 整個馬路都知道 說那裡有賭場 只有警察不知道 哪一回事 還有剛剛那個 那個說 那個LOV 那個那個 惡性的 沒有啦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跟政府比大牌 沒有這回事 該去處理就去處理 你不可以讓 但是有時候倒過來講 你為什麼讓他一直犯法 他是 他是瘋了嗎 還是怎樣 還是我們 我們的表情有問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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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杜阿勤 怎麼說就怎麼說 所以那幾家酒店 我還是 你們還是要去給我處理 就是說 我不需要說他 他如果 開始登記 餐廳 後來要開酒駕 那是他不對 他造假要說謊 那是他的事 那他一開始就 一開始就來登記酒店 你要發資料給他 發商業登記給他 後來要去取機卡 這不是很奇怪嗎 如果是獲得這種情景 我覺得一定要改變 不可以這樣 那如果是老百姓不對 那老百姓不對 你不要政府自己不對 所以那政府不對的情景 一定要改掉 所以那幾個 那三個案例 包括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我剛剛說 反正你都知道 那幾條 差差點 不可以不可以 如果是政府不對的 政府 就一定要系統要改掉 不要政府引誘人民犯罪 你太奇怪了 好 就這樣 謝謝各位